春节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日 光复乡公所也举行的新春团拜 乡长林清水贤抗力也分别赠送每人一枚金虎纪念病 还有一张呱呱乐彩券 不少人当场刮中百元到五百元的奖金 大家都很开心 新春开工日光复乡长林清水相待会主席 钟玉清与中央立委岛地方议会服务处主任干部 部落头目等等贵宾举备团拜 祝福大家五年平安健康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从去年开始至今 大家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与冲击之外 今年也是选举年 新春团拜现场选举话题相当热门 这一届三年一个月我们代表会 我当公司 他不要来找过 我也不要去 我说我看双几个当时来找下去 我来买认诺怎么会对 你刚才拍一张包裹 我来拍一张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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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一过了四天 乡长 刚刚我们的杨乐成总头目也讲了 我们很多的事情 地方上的发展 地方上的努力 都要心严心 选一个好的人 会做事的人 我想我们的年乡长 真的是想要做事 不会做事 不会认真做事 青春假期结束后的上班首日 光复乡公所邀请地方各界 学校机关单位首长 社团协会干部 以及部落头目 各村村长齐聚一堂 行春团拜 开春讨个好彩头 在新的一年 大家共同合作建设光复乡 新年新希望 福年大家互武生风 然后一切赚大钱 光复乡 今天进行青春团拜 也感谢很多村长代表 社团同目 机关长官 同合力领 互道平安 希望一切顺利 乡长林新水先康力 除了是分别赠送 每人一枚金湖纪念笔 而以往赠送乐透彩券 来亲和的乡长 今年特别改送 每人一张呱呱乐 让大家当场呱 惊喜不用等 果真现场不少人 呱中了100元 500元等等的奖金 各个乐不可知 记者11月蓝光复采访报道